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加卷股價指數盤中上漲22點 很多人看到每天流的上影線 就會覺得說這個盤 好像快要結束多頭漲勢了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從8月10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過 當你出現極度恐慌的時候 回測到季線的時候 你要站在買方 因為BIOS會跌破-1% 當你跌破-1%的時候 代表說市場是極度恐慌的 之後經過一個量縮整理 我說量縮代變指標為先 所以你要看KD指標 黃金交叉的時候 就會開始啟動它的漲勢 而且它會突破月線 你看一下是不是9月7號的時候 它已經突破月線之上 而且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也是今年以來的新高 所有的走勢全部給你驗證 接下來當你出現的KD指標往下 死亡交叉的時候 它會怎樣 它會回測 它會回測月線支撐 所以我說這是第二階段的盤整 但是拉回的時候它會又空 所以你的空單要小心它會越來越多 所以一路的驗證上來 你看看是不是空單已經突破50萬張 這裡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也是今年以來的新高 新高之後又留了一個長黑K 今天再度留了一個黑K棒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盤勢非常的弱勢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整個線拉起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低點 這邊是不是低點 低點低點 我連連續四天的低點都在創高 誰在買的 誰在買的 所以有人在悄悄的偷偷買股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它留上影線是為的是要什麼 讓你製造出讓你賣股票的恐慌 所以當你看到新台幣 已經創下今年新高的時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市場的資金是非常多的 是非常豐沛的 資金就像雨水一樣 它會來灌溉股市這塊田地 可是沒有資金的話 你種什麼都不會漲出來的 所以當你市場有資金的時候 你就要好好的下去做耕耘 但是很多人會選擇去放空 但我認為這個盤 它叫以退為進 用中桌邊盤 很多人在放空的時候 你要記得你要小心 空單它是沒有 它是往上是沒有極限的 如果你的空單沒有做好停損 你可能會一路的被軋空上去 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操作股票 一定要公司要有方法 甚至你要有操作的策略 當你看到這檔股票 所以印第2字流冰印第2字色 量增三連 而且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它是誰 它是6182的合金 那重點是說 量大的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你敢不敢買嗎 而且我剛剛講過 所以印第2字流冰印第2字色 我市場如果再累積空單 它要的就是未來這種可以軋空的股票 當你的空單已經來到1萬7千多張 我問你 這些敢在這裡放空的人是誰 絕對不會是法人 一定是一般的散戶 那居然是一般的散戶 那你要跟它對坐啊 26.2元市價買進嘛 你可以買在哪裡 26.05元可以成交啊 所以 我有沒有提前跟你講 我在股市金流圖就已經跟大家講囉 貴買半導體流入的資金量大 以佈局矽晶圓6182合金為主 資金的流向會決定行情的方向 昨天亮燈漲停盤9月11號 是不是跟你講說它準備要開始軋空了 而且我的空單還在累積當中 已經突破了2萬張 整理整理很多人又覺得說 這邊要跌了這邊要跌了 所以空單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真的是這樣嗎 那你一個漲停辦你買不回來 所以是不是很恐怖 一天的時間 一天的時間你就被鎖住了 然後今天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你如果沒有跑的人啊 真的要趕快 如果你空單還沒有走的人啊 你要抓緊時機喔 你要看到跟大盤一樣喔 也是連續創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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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一直往上墊高上來 如果你畫一條線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多方趨勢耶 那為什麼你要去放空它 那這一段量佔比 其實它在市場上面是第一名喔 它曾經來過第一名 市場的資金這一段全部都是賺錢的 只要你買它 那你為什麼不跟著趨勢來走 因為你覺得市場 你覺得大盤漲多了 因為有很多人告訴你 現在要去放空 那那些被放空的人 他錯了 他會跟你講嗎 兵之行必死而急需 水因地而治流 兵因敵而治勝嘛 如果現在是一個以退為進 勇中桌邊盤的話 你重要你還是要看資金的動向 這是我們在8月29號買進的一檔股票 它是2049的上癮 我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它的量佔比是排在前面的喔 當它的量佔比排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說 有一批資金正在悄悄的 悄悄的買進它 買到讓你發現不了 但是它在買的過程之中 它不會急拉 為什麼不要急拉 因為我如果急拉的話 很多人追進來 我怎麼樣去佈局 我怎麼樣買的更多 我會買的張數就會變少了嘛 所以呢 它一定是巧巧地 慢慢地來做佈局 那金流圖有幫你抓出來啊 9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預告給你看啊 而且在盤中的時候 我去告訴你喔 上癮它是量佔比 突然之間往前的股票喔 盤中量佔比領先股嘛 是不是有跟你講過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當初預告的地方在哪邊 在這裡耶 今天突破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量大的高點 今天留下量大的高點 不會是最高點喔 所以你只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的時間 你就可以賺到二十塊錢耶 一張你就賺兩萬 十張你就賺二十萬 這種大型的股票 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我們只是順勢而為 帶著我們的會員去操作 就這樣而已嘛 但是你永遠都是在那邊徘徊 你永遠找不到市場 到底它在想什麼 你永遠找不到資金的流向 到底在哪邊 所以為什麼我們創造了股市金流圖 我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真正好的股票 一定會有人在買 好的股票不一定會漲 但是有人會漲的股票 一定有人做佈局嘛 這一檔啊 我稱為代市趁時一觸即發股啊 這一條月均線它壓了很久 壓了很久 所以它是趨勢一路往下的股票 但是今天突然量占比從200 噴到了60 我用噴是因為它量占比突然之間大升了很多 而且這是一個什麼 帶量紅K棒嘛 當我的月均線今天開始翻揚的時候 指標也出現黃金交叉喔 那我未來要看的是它的趨勢怎麼走嘛 那趨勢你要看的就是均線 當你均線的走勢開始翻揚向上的時候 原本的壓力變成了支撐 只要回撤支撐它是你的買點 那我們怎麼樣看均線的未來呢 最重要就是它的扣底值嘛 扣底值未來還要扣哪邊 未來這一段我框起來紅色框框的地方 都是要扣底的地方 所以我的均線會一路的往上走高走高走高 當然就是我的支撐點會越來越高啊 所以像這種股票很多很多 因為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盤整了 那你要找的就是資金在賄賂在買這些 已經盤整過的 而且剛突破的類股嘛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勝兵是先求勝而後求勝 敗兵才是先求戰而後求勝啊 所以現在啊 台北股票市場是一個握中桌別盤 你一定要掌握這一次的機會 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 你千萬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紅洋助您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你明天再會